大家好,我是陆凤琳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续集虽然还没有得到传奇影业的官宣 但是已经基本能够确认 围绕着续集和衍生剧最近都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根据国外媒体Production Weekly的消息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续集已经锁定指导了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亚当温加德继续担任导演 并且续集工作标题为金刚之子 Production Weekly是一个专门报道好莱坞影视制作相关内容的媒体 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去年的时候多家权威媒体已经报道了 亚当温加德商谈继续指导怪兽宇宙星座的消息 当时传闻的影片标题就是金刚之子 当然,无论这个标题会不会是影片最终的正式片名 都意味着这幅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续集 故事很可能会围绕着金刚展开 毕竟金刚探索空心地球本身 就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故事线 不过,消息也提到 鉴于亚当温加德手上还有其他题材 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他一定会接手这个项目 亚当温加德接下来将会参与指导多个影视剧 其中包括吴玉森指导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经典动作片 变脸的重启版 同名经典动画改编的真人电影《霹雳猫》 以及1997年克苏鲁风格科幻片 黑洞表面改编的剧集等 目前重启版变脸项目推进比较快 而金刚之子的工作标题 并不意味着影片会是对于1933年金刚之子的翻拍 1933年的金刚之子 是童年上映的热门大作 出版金刚的续集 讲述主角重回骷髅岛 遭遇小金刚 最终骷髅岛沉没 小金刚随之沉入海中的故事 虽然由金刚原版人马打盗 但是因为片方不看好这部续集 只给了非常紧张的预算和制作时间 因此影片故事和制作都显得非常粗糙 而现代这部即将开拍的金刚之子 可能会是金刚在空心地球 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种族 并繁衍出后代的故事 当然这只是猜测 根据前几天的报道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续集 将会在今年后半年 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正式开拍 除了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续集 Production Weekly 也报道了哥斯拉衍生剧集的最新消息 这部真人剧集 由传奇影业和苹果流媒体合作打盗 故事会围绕着帝王组织展开 剧集原定于今年5月份开拍 目前已经推迟到了7月份开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觉得不错 别忘了点的分享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